这个星期的调查报告 我们推出的主题是 陆生的震撼教育 在今天的这一集 我们来看看这些两岸小情侣 她们的恋爱习题 两小无猜甜蜜蜜 不说你绝对看不出来 女生是真正的台湾人 男生则是浙江宁波来的大陆学生 两岸练曲 大姨一开学就开始萌芽 郭忠祥 吃过干扯没有 吃过 大概有读书了 有读书吗 很真诚 就感觉看了他笑 就真的直接被很开心 去年九月 王重刚漂洋过海来台念书 环境不同 让他一度难以适应 此时一位贴心的女同学 出现眼前 为什么你都不跟班上的同学 就是打成一片之类的 然后他就说 这样喔 他就说 他就说觉得我们都会 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他 女孩伸出双手 穿针引线 男孩也卸下心房 就跟千千万万个恋爱情节一样 男孩展开热烈追求 友情深化成爱情 女孩终于点头 一开始就对他有好感 觉得这个男生还不错 天真可爱 在他眼前 他看到了他能帮助的 他一定会去伸手去帮助 很多大陆女生可能就觉得 就不关我的事情 对我只要走好自己的路就好了 但跟别的爱情故事相比 觉得两岸小情侣 唯一也是最大的差别在于 过去十八年的生活 几乎没有交集 就连小时候看的卡通 主角名字都不一样 你们这边不是叫那个 原子小金刚 所以我觉得 你们台湾的翻译很难听 然后他就说 我们大陆翻译很难听 大陆翻译 铁壁鸭童目 很难听吧 从长寒假回家乡 特地买了高级辣椒酱来台 孝敬对方家人 没想到就因为 Mada in China 被泼了冷水 妈妈就会担心说 会不会不卫生 就直接在她面前说 我不敢吃这样 对 然后可能就是 有点小瘦伤 对 我听到就比较难过 就觉得说 我这么辛苦 准备鸡带过来 然后会不会有点被嫌弃 天天行影不离的两人 在男生返乡时 面临远距离考验 男生在对岸用视讯紧迫盯人 这一头的女孩 差点吃不消 就是会说 我下礼拜三要跟同学出去 然后去哪里有谁 有几个人 然后是男是女 然后报告我非常紧张 我就怕她出去然后 就她可能比较受欢迎 然后她就觉得我 太控制她了 对 所以 吵得蛮凶的 两人互动就像缩小的两岸关系 大男人与小女孩 还在努力学习 怎样取得平衡 毕业之后是你留下来 还是我跟你走 现实问题不敢多想 生怕戳破怀里的天地潮泡 看到未来是肯定会有 对啊 因为是觉得说 因为三线有补 而且就反应的 因为感觉反应会比较难 让他们看不到未来的 还有台湾法令 陆生如果在求学期间结婚 陆境身份不能变更成陆配 否则一规定会被退学 如此一来 想在台湾长相厮守 毕业之后必须先回大陆 再重新以陆配身份来台 取得定居的法律时程 那时候才开始起算 至少还得再加六年 比外籍生或乔生都还来得久 这样的条例 其实带有一定的歧视性 因为相对于外籍生 跟这个乔生而言 他们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 爱情无国界 政治成了他们隐情的第三者 但管他外头 海峡风浪有多大 此时此刻 我的眼中没有两岸 只有你